HELLO 大家好 我是魚爸 今天又到魚爸開箱玩具的時間 剛才各位觀眾一定有看到我們的開頭 那開頭究竟我們在做什麼呢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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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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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各位觀眾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近期相信如果你是無形迷的情況之下 你都會留意到這個模型 就是Bandai他們剛剛新出了 遊戲王系列的千年職目 如果各位觀眾你是魚爸那個年代的話 你一定會深受遊戲王的影響 主角、遊戲、舞騎遊戲 他就是找到這個千年職目 然後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好像是幾年的時間 我都忘記了 將這個千年職目 就砌了出來 砌完出來之後 裡面封印著的法老 就附在遊戲身上 好像是 變成了我們的暗遊戲 繼而進入了我們的劇情高潮 就是諸如此類的那些 那就玩了一堆卡派遊戲 我們今天 Bandai 終於將這個千年職目 還原了出來 在它預售的時候 魚爸已經非常之興奮了 對這件事 當然啦 魚爸是沒有預售的 它出了之後 我就看到有 我就買的 現在都 我 我就覺得它挺貴的 但是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模型 是極度值得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模型之外 它也是一個 拼圖 立體拼圖 很巧 能力拼圖 裡面的造造式 完全沒有拼圖的拼圖 我們摺下來 不要說太多了 讓魚爸試一試 可不可以把這個拼圖 拼圖先 好啦 我們馬上 搞給認真模式的魚爸 Much Much later 好像 忘了有沒有換到衣服 那為什麼呢 就因為我們已經砌了幾天 我的千年積目 終於完成了 噔噔噔噔 好啦 那這裡的話 魚爸也說了 一個小小的情況 那這裡 首先我先說 抵不抵賣 應不應該賣 我覺得的話 如果你跟魚爸 都是那種80厚 又剛好 金線食證 Bandai這個 80厚現金回收計劃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是 絕對適合買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各位80厚 或者各位觀眾 你也有留意 最近Bandai 基本上 都沒有出到任何新的 一些模型玩具 那基本上 他出來出去的角色 都是我們 那時候80厚 看開的卡通的一些玩具 例如這個千年積目 即是遊戲王裡面 有一個童年回憶的情感 那我覺得 絕對是適合買的 所以魚爸買了 沒有後悔 但如果你不是 特別喜歡 遊戲王 或者你沒有這個 情熱結的話 我覺得 可以暫緩一下 或者等它的 再版 才再買 那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我看到 外面的販售價 都說是 兩百幾三百元 左右 那我接下來 就說一個 好的地方 不是不好的地方 好了 觀眾 那我這裡 等一下我會給大家 特赦一下 這個地方 那我首先會說 它 有好的地方 還有 不是太好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那說完之後 我再說一說 我的砌的情況 好了 那所以觀眾 自己可以自行針著 這樣飛 那第一樣的話 我覺得它好 就是 因為這個 除了是 模型之外 那其實 它也是一個 立體積木 OK 那所以 砌起來 就跟以前的單純 砌Gundam 那些完全 不一樣 那所以呢 有巧腦筋的部分 又有砌模型的感覺 非常之正 那所以 這個就是 我覺得它好 那第二點 就是 它本身 觀眾要看一看它的 顏色 有一點懷舊感覺 的金色 那樣 就是它不是那種亮面金 那種 那它本身官方 這個 做的顏色 我覺得 就已經做得很好 好還原度很高 如果你是蘇州人士的話 其實呢 就是 可以免除噴金色的情況 那這個是一個好處 所以我覺得 終結這兩個好處 其實已經是提賣 但是呢 它也有些缺點的地方 那缺點的地方 就是呢 各位觀眾 其實呢 你一移近 你已經提到 有一些 湯厚 那這些湯厚 是因為它本身 是金色的 塗裝 所以這些湯厚 你就算是 怎麼打磨的 它也一定是 這樣的色 啡色的狀態 而且很明顯 所以 如果你不噴色 這些湯厚 會極度明顯 但是 這個 我覺得 官方已經很盡量修正 為什麼呢 因為 在砌的過程裡面 其實它有很多湯厚 隱藏在積木裡面 它只是外露了少許 但是當然 正面的地方 它已經盡量避免 但是呢 也是有少許的湯厚的部分 是的 它也有少許的湯厚部分 正面的部分 基本上 已經是收拾在裡面的湯厚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 美中不足的地方 那第二樣 就是 它是 由33個組件 這樣造成 等一下我會拆一拆 給大家看 它這33個組件 因為它 現在的 邊邊位 全部 都是很 零零角角的 即是很鋒利 它是由兩塊組件 再陷入一個邊 所以 如果它再分成一塊 它是很利的 即是 如果要處理湯厚 打磨的時候 很煩 因為 它又尖 又利 所以 很容易弄傷手 或者弄傷手 弄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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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魚巴是 前期 打磨湯厚 處理的部分 都弄傷了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這個 我覺得 是比較不好的 第二個 不好的部分 就是 為什麼我剛才說 不建議觀眾 如果你沒有這個情形 結果 不建議觀眾去買 就是因為 它還是第一版 所以 工業設計上 它還是有一些 扣不緊的部分 這些其實已經扣不緊 扣不緊的 扣不緊的情況 就是鬆拋拋 所以 你千萬不要以為 它整個很緊 其實是前面 這邊 還有上面 頂蓋很緊 下面這些地方 觀眾 你看 它已經爆了出來 OK 爆了出來 這個是本身 它真的扣不緊 不是 弄不緊 所以 我覺得 可以建議 等它再玩 就像我們這些 高難模型 再玩 它會再出新的設計 它就會扣得更緊 會更加美 說到這裡 魚包開始 要拆一拆 各位觀眾 看看吧 好 觀眾 我們回來拆解 這個部分 其實它最後 當年 一定是 這個 千年之眼 這樣 塞進去這個地方 但是 其實要拆解 這個 千年之母 其實是要拆它旁邊 這個三角形 為什麼要拆掉 這個三角形 其實各位觀眾 你看一看 整個設計 裡面有很多 筍位 你看到前面 中間 這裡有一個正方形 即是勾字 位 這個就是 側面這個三角形 的 折扣 剛好 這個位置 會叉緊 扣住 所以 你要拆這個 千年設計 的時候 要拆掉這個三角形 然後 就可以 拆 後面 這個 當然 可以拆掉 拆完 那三角形 就可以拆這塊 出來 拆到 這裡 其實已經看到它的內部結構 那 那 我剛才說的 有兩塊 是 我們是 你從上至下 齊齊齊齊 你完全不知道 那兩塊 會放在哪裏 那其中一塊就是這個 其實你從下方 齊齊齊齊齊齊齊 其實你會看到 這個中間這個核心組件 會扣住附近那些組件 那第二個 各位觀眾 你應該很難留意的 那這個 最後 是魚瓜 才會留意到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OK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是什麼 這一塊是 封住頂蓋的那個位置 它是用来封住上面这个定区 你看到它有个笋位在这里 有个笋位这样扣进去 这样它就会整个笋子扣实了 这个鱼巴砌了大概 砌了大概一个半钟后左右 其实就已经砌完了 OK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都看到它里面的细节是怎样的 这个鱼巴也是那句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游戏好有外的话 我完全建议买 不知道Bandai之后会不会出卖它后面那几个神器 因为它千年神器里面有七个 这个是一个挺特别的模型 但是我觉得它真心觉得它是偏贵的 我觉得它的信仰程度高 但是把玩程度是低的 两百多元我觉得不是太值得 所以今天我们的鱼巴开箱 玩具开箱 再加上puzzle开箱 我们就来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住订阅按赞分享 记住追踪我们的频道 好了好了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